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四课 デジタルカメラ这一课的前文部分的单词 単語を読んでみましょう 首先第一个是 フィルム 胶卷 比如说把胶卷放到相机里 カメラにフィルムを入れる 然后一次性相机呢是 レンズ付きフィルム 大家可能没有见过一次性相机 レンズ付き意思是带有镜头 フィルム是胶卷 就是说带有镜头的胶卷 那么它卖的呢主要是胶卷 从前呢也叫什么呢 スカイステカメラ 就是说用过之后就丢掉的照相机 以前的话胶卷用完之后呢 机体就丢掉了 然后现在呢由于加强的对机体的回收 所以呢 レンズ付きフィルム的话 就不再叫做是スカイステカメラ 因为它可以循环使用 之所以存在这个レンズ付きフィルム的话 是因为以前装那个胶卷进照相机的话 非常的麻烦 所以呢生产厂家就事先将这个 フィルム装到了这个相机里面 所以拍的时候就不用拿进去拿出来啊 直接就可以使用拍照 现在这个呢在日本的话还是有卖的 在百元店或者是一些便利店都有卖啊 价钱的话像图片中这个富士牌子的一次性相机啊 富士フィルム 价钱它是490日元 人民币的话是40块钱不到 可以拍摄27张 这个在右下角写有 好继续看另外的 手にする 彼女が手にしている金のブローチは歯のカタミだ 这个金的凶针啊 是金 这个金字如果表示钱的话 就是念金 这里是表示什么 是它的这个材质 所以是直接念金 好 カタミ是遗物的意思 好看第二个意思是 自己掌握得到 它相当于天にいれる 比如说最终我们赢得了胜利 次に勝利を手にした 好这里出现了次に啊 次に是表示最终 前面我们讲过了那个英文的finally 的几种日语的讲法 有次に 还有とうとう やっと 結局 いよいよ 我们前面详细的讲解过这些 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是什么 大家如果不记得了 就自己回头再听一听前面的那一刻 好 使用了这个て的类似的官用语呢 还有什么呢 てにつかない 表示难以着手 无法着手 沉不下心 心不在焉 比如说太开心 而难以着手学习 嬉しくて勉強が てにつかない 担心父亲的事情 难以着手工作 知心のことが心配で 仕事がてにつかない 好 再讲一个 てに乗る 表示上当受骗 不会上你的当 そのてには乗らないぞ 完全被他欺骗了 まんまと 彼のてに乗せられてしまった 这个しまった 是しまいました 表示一种不好结果 发生了 てにはいる 表示什么呢 得到 终于找到了 合适的住处 やっと てごろな住まいが てに入った 这个てごろ 表示说 合适的 拿在手上 这合适 那就是 适当的 终于找到了 一个适当的住处 好 第二个 在中国找不到 那种药 その薬は 中国では てに入らない 好 然后 无能为力 毫无办法 一丑莫宅 是 ても足もでない 在他的强大面前 我无能为力 彼の強さの前には ても足もでない 好 再来一个 てを借りる 请深度の帮忙 比如说 太忙了 猫的手 也想拿过来帮忙 忙しくて 猫のても 借りたいほどだ 这个ほど 就是表示这个程度 猫のても借りたいほど 是一个惯用句 忙的是 火急火燎的 非常忙 特别忙 这里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与动物相关的惯用句 前面让大家做了一个与身体部位相关的惯用句的收集 今天也讲了这个TED许多的惯用句 大家自己应该也找了很多的身体部位相关的惯用句 今天的作与动物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惯用句 并且用中文标好它的意思 然后还要写好例句 大家加油哦 今天我们这里学习的就是关于猫的一个惯用句啊 猫のても借りたいほど 继续来看 保存 除了保存的意思 还有储存的意思 好看 逆句啊 标着保鲜日期 或者说标着使用期限 保存期限が表示されている 由于不能长期储存 请尽早食用 あんまり保存がきかないので 早く食べてください 它这个跟中文保存的意思 是不是就有点区别啊 中文你不能说这个食物保存啊 保存食物 应该是什么 储存食物 或者是食物保鲜 对不对 要注意啊 中文和日文 同样的汉字的一些 比较细微的差别 看一看 自宅 自宅表示自己的住宅 周末一般都在家 週末は大抵自宅にいる 再看 プリントアウト 用电脑打印出来 这个跟英语的那个意思啊 print out 意思是差不多的 print out 意思是差不多的 好 再来看一看 记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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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事件的经过记录下来 事件的经过记录下来 事件の経過を記录しておく ておく是表示 事先做好某事 就是我预先做好这个事情 我把这个事情呢 我先记下来 recode 表示记录啊 recode 的这个记录呢 一般只表示 运动会的一些记录 mark 创造记录 mark する 就是作为动词 比如说 创造了世界新记录 世界新記录をmark した 大家可以从这个例句里面 仔细提为mark 和记录的区别 消去 表示 抹掉 涂掉 消去 一按实行件 即可消除 実行キーを押すと 消去されます 秘密情報 还是马上消除掉更安全 秘密情報は すぐに消去した方が安全です おくす 他这个是おくする的 文言文是比较古老的说法 现在一般是说おくする 比如说毫不畏惧 少しもおくすることなく 待ちカード 表示街角 在街角等候 待ちカードで待つ 見かける 一个表示 刚看 开始看 比如说 现在刚开始看电视 今テレビを見かけたところだ 第二个意思表示 是看到 偶然看见 比如说 这个人好像在哪見过 有强的这个偶然性啊 どこかで見かけたような人だ 这是在报纸上 经常看到的表达 これは新聞では しばしば見かける表現です しばしば 表示 旅次 经常 是一个 以太词 好 見かける 主要表示 刚看 开始看 看到 偶然看见 还可以表示 乍一看 看上去 比如说 看上去好像很结实 其实 似乎有病 見かけたところは 丈夫そうだが 実は病気らしい 看板 一個是表示 招牌 日本的 传统的理发店的话 一般都会设有一种 由三种颜色 组成的招牌 你知道它的起源吗 像这个图里面啊 它是有红 藍和白 三种颜色 红色的话 其实它是表示 人的 動脉 動脈 藍色呢 是表示 静脈 静脈 白色呢 是表示 医学上的那个 封带 包带 日文写的是 包带啊 因为在很久以前 日本的理发师呢 他们不仅剪头发 还会进行外科治疗 所以被称为 理发外科医 后来呢 外科医生 才从这个 理发外科医 这个职业中 分离出来 但是呢 含有外科治疗含义的 这个不停旋转的 三色的牌子 却保留在了理发店 成为理发店的 一个招牌性的标志啊 当然 现在的一些 比较fashion的 一些美发沙龙什么的 可能会觉得 这个有点太传统 太古老 不符合那个 时尚的那个 创新的含义 也有不再挂这个招牌的 好 第二个 卡安班还可以表示 打招牌的人 或者是物 显然是 从第一个意思 引申过来的 比如说 那个餐馆的 拿手菜 是用鱼做的菜 啊そこは魚料理を 看板にしている レストランです 台柱子 是看板役者 役者是演员的意思 对不对 那么打招牌的演员 那就是台柱子 拿手菜 特色菜 就是看板料理 说到拿手的啊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 非常非常日本本土化的 表达方式 当表示你特别擅长的 一项记忆或者是能力的时候 可以说 18番啊 如果你跟日本朋友 用一用这个词 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きっとびっくりさせますよ 这个看板啊 他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意思 表示幌子 我们的经理 不过是个幌子而已 うちの社長は看板にすぎない 就是中看不中用 对吧 没什么实际的能力 对不对 うちつ 一个表示临摸 反照 抄 不能抄别人的答案 他人の答えを写してはいけない てはいけない 是表示不能做模式 做模式 是不会允许的 二 うちつ 他可以表示拍照 比如说 しんしんおうちつ ちこくひょう 表示时间表 交通工具 比如说火车 汽车都会有一个 ちこくひょう 对不对 がわり 是一个ジェウェイ図 表示Tだ 連携 表示 联合合作 协作 比如说 A公司和B公司 协手合作 A社とB社が連携する 自己研究所合作 进行研究開发 いくつかの研究所が連携して研究開発を行っています せっかく 非常重要 经常考到 这里主要是レイド他の两个意思 一个是 好不容易 特意 比如说好不容易买来 但他并不喜欢 せっかく 買って来たのに 喜んでもらえなかった 第二个 表示珍贵的 難得的 比如说 難得的一个假期 被冲掉了 せっかくの休みが潰れてしまった 潰れる 就是被冲掉了 对不对 那就是没有了 難得開放的这么漂亮 却没什么人看 せっかく きれいに咲いたのに 見る人があまりいません 取り込む 一個是表示 進来 比如說 把扇洗的衣服 拿進来 選択物を取り込む 第二個表示 是清吞 他清吞 他清吞了公司的錢 彼は 会社の金を取り込んだ 第三 表示 拉龍取悦 他取悦於董事長 成了庄務董事 社長に取り込んで 専務になった 感傷 見賞 欣賞 欣賞 我的愛好是欣賞音樂 私の趣味は 音楽感傷です 同樣 同樣讀音為 感傷的詞 還有許多 比如說 寫觀賞的這個 感傷 意思 重在觀賞 比如說 賞月 就是 明月を感傷する 還有 傷感也是 感傷 望秋月而傷感 秋の月を眺めて 感傷に浸る 浸る 表示沉浸 沉浸的感傷 還可以表示干涉 感傷 不受任何人的干涉 誰も感傷も受けない 旅先 旅途 在旅途中遇到 預想不到的事 旅先で思わぬ 出来事に遭う リアルタイム 表示 即時同時 同時播放 那就是 リアルタイムで放送する 直播式記的那一瞬間 世紀の瞬間をリアルタイムで放送する 直播了這一歷史的瞬間 この歴史的瞬間をリアルタイムで放送しました 学区秘密密 夏日問候信 學区秘密密 什麼時候寫呢 是在一年中最熱的時節 也就是夏天的時候 問候親朋好友等人的信 順便 順便呢 還要向親朋好友 告知一下自己的近況 寄送 書区秘密密的時期呢 是在7月的初 到立秋 也就是8月7號 左右 這一段時間 過了這一段時間 由於那個時候是秋天 剛剛開始的時候 天氣還是比較炎熱 所以那個時候寄的東西 寄的東西就不叫書区秘密 而叫 將書密密 就是夏天結尾的時候 給您送的一個慰問信 將書密密 最好是在8月中旬的時候 能夠寄到對方的家裡 再晚的話就沒有意義了 對吧 在書区秘密密中呢 通常會畫上像 向日葵 ひまわり 暴冰 かきごおり 三船 ヨット 西瓜 シカ 等等 具有夏天特色的風物 或者是讓人感覺到 非常涼爽的一些插圖 插圖是說 イラスト 夏天的時候 比起給最近見不著面的朋友 老師 發一封簡簡單單的email 不如用心做一個漂亮的 書区密密 一定會令對方相當感動 對你刮目相看的 下面我們一起來看一個 書区密密的具體實例 寫得比較簡單 書区、お密密申し上げます 梅雨明天以後 本格的な暑さが続いております いかがお過ごしでしょうか 私は今月から健康対策も兼ねて自転車通勤を始めました ようやく筋肉痛も収まり 無天用にカッパを新調したところです 暑さはこれからが本番です どうかくれぐれもご自愛ください へいせい まどまどねせいか 講一下這封信 它的插圖 大家看一看用的是什麼 這個是千流花 朝顔 對不對 這個イラスト 它給人的感覺的話 就非常的清爽 すししですね 這封信呢 它一共包含有五個部分 首先是夏日問候信的一個比較標準的開頭啊 社區お見舞い申し上げます 向您質疑夏日的問候 注意這幾個字寫的時候呢 要寫的稍大一點 然後就是對季節的一個問候 ジコの挨拶 在前面講寫信的時候 也已經講過了很多ジコの挨拶啊 還做了家庭作業 這裡呢 它寫的比較簡單 就是 在梅雨結束後啊 梅雨結束啊 梅雨結束啊 一直都非常的炎熱 您過得怎麼樣 然後第三個部分就是介紹自己的近況 我呢 今月から健康対策も兼ねて自転車通勤を始めました 我呢 從這個月開始呢 也是作為一個保持健康的對策 開始騎自行車上班 這裡的かねて 原型是什麼 かねる 它表示兼具 就是在某一個作用之外呢 還是為了保持健康 這裡並沒有具體的講 就是某一個作用是什麼 但是我們可以自己猜測 可能是為了環保 也可能是為了省錢等等啊 你可以發揮自己的想像 反正它這裡是暗示了的 好了 看一下下一句 終於呢 我這個肌肉疼痛也治好了 最近呢 新做了一個雨衣 這個うでんよかっぱ 就是雨天用的一個斗篷 那就是雨衣 然後呢 第四個部分表達了對 對方身體狀況的關心 因為畢竟天氣很炎熱 人們都很容易中暑啊 感冒啊什麼呢 對吧 比如這裡它就寫了什麼 暑さはこれからが本番です どうか これくれもご自愛ください 之後呢 就是最炎熱的時期了 請您一定保重身體 最後呢 就是寫日期了 相對於寫成 某年某月某日 這種啊 非常居住的形式 一般會寫成 平成 圈圈 多年啊 也就是 然後再標一個 セカ 剩下 就是什麼 最熱的時候 對不對 注意啊 2011年呢 是平成的23年 順便提一下啊 ちなみに ざんしょみまい 的情況下呢 就不能夠寫 セカ對不對 要寫成晚下 バンカ 或者是 りちゅう りしゅう 或者直接寫 8月 8月等等 好了 關於 しょちゅうみまい 就介紹到這裡 下面來講 最後一個單詞 個性啊 個性強就是 個性が強い 好 單詞就講完了 みなさん 練習待つかんですよ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 前文部分的 主要內容 主要是講的 數碼相機的 一個特點 優點 當然 主要是相對於什麼 以前的那個 裝那個膠卷的相機 數碼相機 是不是要方便 要優越很多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デジタルカメラは 何と言っても フィルム不要 というところが便利です 何と言っても 就是 不管怎麼說 不管怎麼說 數碼相機的 不需要交轉 這一點是很方便的 デジタルカメラを 初めて手にした人でも 撮影した写真は すぐに確認でき パソコンに保存することで 自宅でプリントアウト することもできます 第一次拿起 數碼相機的人 即使這種人呢 都可以馬上確認 拍攝的照片 這個demo 是表示即使 對不對 表示一個最低的限度 即使是這種人 他都可以 馬上確認拍攝的照片 並且通過 保存到個人電腦 還可以在自己的家裡 打印出來 既然第一次拿起的人 都可以這樣幹的話 那麼很熟悉的人 使用數碼相機 更加拿手 就更加不在話下了 這裡有一個 てにする 前面已經講過了 與て相關的一些 慣用語 這裡我們就來講一講 與にする相關的一些 表達方式 日語裡面呢 像這種什麼什麼 にする的表達方式呢 有很多 看到課本的第八十面 這裡就講了 めにする 耳にする 口にする 気にする 大切にする 楽しみにする 頼りにする 大事にする 等等 這裡呢 將舉一句 課本中沒有舉出例句的詞 首先是 めにする 目是眼睛 那麼めにする就是表示看到 比如說最近經常看到它的名字 最近 彼の名をよく目にする 大切にする 大切是重要的 那麼大切にする就是表示重視 比如說請保重身體 体を大切にしてください 頼りにする 頼り是表示什麼 依靠 那麼頼りにする就是作為依靠 無依無靠 無依無靠 沒有可以依靠的人 誰も頼りにする人がいない 大切にする 是表示珍惜愛護 大切是重要的 對不對 和台詞詞 是很類似的用法 比如說珍惜自然文物 自然文化財を大切に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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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去看望病人的時候 一般都會說請保重 那就是 お大切に 再多句一個 気にする 表示在意 他是開玩笑說的 請不要放在心上 彼は冗談で言ってるのだから 気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楽しみにする 期待 這個小莉已經講過很多字 楽しみにする 原計画 今天去郊遊 本來很期待的說 可是 從早上 就開始下雨 好失望啊 今日は 遠足に行くつもりで 楽しみにしていたのに 朝から雨でがっかりしました 這裡的がっかり是表示失望 後面我們還會學習到這個詞 メモリカードに記録されたデータは 消去することもできるので 無駄を心配せず 遅くさず 写真が取れるところも利点です 這個數碼相機 他除了前面這個 用起來比較方便 可以放到電腦に 這幾個優點 還可以什麼 自由的占除記錄在 存儲卡裡面的數據 所以呢 就不用擔心太浪費 可以大膽的拍攝照片 即使你拍錯了 拍的不好 也可以把它刪掉 這個呢 也是數碼相機的一大優點 これも2点ですね 再繼續看 街角で見かけた面白い風景や看板を写したり バスや電車の遅刻表などを撮影すると メモ代わりにもなります 就是說 可以隨意拍攝在街角偶然碰到的 有趣的風景和招牌 如果是拍攝公交車、電車的時刻表的話 他甚至可以代替筆記 メモ代わりにもなります 注意看 また パソコンとの連携が可能です 另外呢 他還可以和個人電腦連接起來 せっかくデジタルカメラの画像を パソコンに取り込んだのであれば 反省するだけでは面白くありません 所以說 好不容易 將数碼相機內的相片放進了個人電腦裡 僅僅只是欣賞的話就沒有意思了 だけでは 表示光有前面的還不行 還需要有其他的條件 書本的82面介紹得很清楚 這裡呢 我們就拓展拓展 講一講だけ的用法 だけ他在だけでは中表示限定 だけ他除了這個意思呢 還有很多其他的經典的用法 首先他可以表示 做了必須要做的事 最低限度的一個事情 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最低限のことはした 接續呢 就是接動詞的一個詞典型 也就是動詞圓形 比如說 該做的都做了 剩下的就只是等結果了 やるだけのことはやった あとは結果を待つばかりだ 雖然不知道對方 會不會聽我說的話 但是該說的我都說了 相手が私の言うこと 聞くかどうかは分からないが 言うだけのことは言っておいた 這裡ておく又出現了 就是說我事先說了 不管你的反應怎樣 反正呢 這個事我是先說了 第二個啊 還可以表示 做了那個想做的事 想做的事 我全都做 したいことだけをする したいことは全部する 比如說 雖然沒有使對方道歉 作為我來說 把想說的全都說了 也就舒坦了 相手を謝らせ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が 私としても 言うだけ言ったら 気が済んだ 気が済む了 是表示什麼 氣順了 就說心情變好了 舒坦了 再看一個例句 尽情哭泣後 心情變好了 明天再加油吧 泣くだけ 泣いたら 気が晴れた また明日から頑張ろ 這個また明日から頑張ろ 這個詞語非常的經典 大家要自己記下來啊 這些很美的詞語 好 再看一個例句 由於有想商量的是 我邀請了前輩吃飯 但是前輩吃飽後 就趕緊回家了 就是說 還沒來得及聽我商量呢 就回家了 相談したいことがあって 食事に誘ったのに 先輩は食べるだけ食べると さっさと帰ってしまった 這個先輩真是有意思啊 人家怎麼會白請你吃飯呢 也不問問人家為什麼請啊 這個のに的用法 是大家之前學過的 自己可以再回顧一下 好 這個だけ呢 它還有一種用法 就說 動詞加上だけは 再加上同一個動詞啊 它表示 雖然做到了這一步 但是呢 我不期待結果 或者說是 雖然做到了這一步 但是沒有出結果 ここまでは するが結果は期待しない ここまではしたが 良い結果が出なかった 就算沒有出好結果啊 第一個 就當是行不通的事 但是還是試著盡量拜託一下 是要怎樣 雖然投稿印證 它們是在郵件中啊 可以通過軟件 對照片隨心所欲的進行加工處理 もちろんプリンターがあれば年購状や 小住民前にも個性あふれる写真を入れて 友達をびっくりさせることもできそうです 當然啊 如果有打印記的話 還可以在賀年片和夏日問候信中 添加充滿個性色彩的照片 使朋友大吃一驚了 以前的話啊 一般賀年片裡面都是一些 比較常規的一些圖案 那一年比如說如果是虎年的話 可能會畫一隻老虎啊 之類的啊 但是現在的話 還會畫上自己現在的樣子啊 或者是當時的小孩拍一拍小孩照片 把它放在這個賀年片上的話 就會感覺特別的溫馨 特別的有創意對不對 前文部分呢 我們就講完了 學習的內容也比較多 大家回家之後要好好會習 然後呢 剛才已經佈置了一個家庭作業啊 就是寫一些與那個動物相關的 慣用語 這裡呢 再佈置另外一個家庭作業 就是寫一封 如果前面大家寫信的時候呢 有人選擇了寫手中密碼的話 那麼手中密碼就不用寫了 還沒有寫的同學 再寫一寫手中密碼 大家先週末館 可以看看這個東西 是嗎 可以 你覺得 好 你今天 有 我 是 有 這 1. お金を返してもらいたいから 2. レシートが欲しいから 3. 他のズボンと変えてもらいたいから 4. ズボンを試着したいから 4. ズボンと変えてもらいたいから なので 今日ではまた次の授業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